每个人都需要爱 每个人都渴望被爱 快 快点爱我 大家快爱我 快点 快点爱我 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聊 到底什么是爱 如何去爱 以及如何被爱 我都晃这么久 你是不是会要讲话 这集我们的主题就是爱 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没有被爱 很需要别人的爱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爱这种东西 它是一种很特别的东西 今天我们来好好的谈一谈 爱到底是什么 怎么去爱别人 又怎么样才能让别人来爱我们 首先我们就要来谈谈爱 往往大家认为的爱 其实完全不是真正的爱 大家认为的爱是有条件的就是 我希望我能找到一个爱我的人 这就是一种条件 然后你又觉得说 这个人要高富帅 然后要有一些条件 或许你比较没有那么多条件的话 你把门槛降低 你也会觉得说 至少他是一个温柔的人 至少他是一个有爱心的人 然后他会对家庭付出等等 这些条件其实他都是一些条件 那条件是什么 其实是一种欲望 就是你内在你觉得你没有 你空虚 而你希望外界能给你的东西 那这种叫做欲望 那你希望对方温柔 那就代表你觉得你被温柔对待的不够 那你就需要温柔 那你觉得对方要有钱 那就代表你觉得 我目前的经济不够富裕 不够丰盛 那你就希望对方有钱 这些条件 往往是用来证明 你内在还缺乏的部分 那这样子的一种需求 他不是真正的爱 即使对方有这些条件 然后你们在一起 那也不是一个真正的爱 他只是用来满足你内在 空虚的那个部分的一个填补作用 那他其实跟爱一点关系都没有 世间的爱往往 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状态 来去设定的 我们今天谈的不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我们就来先谈谈 什么是爱 爱它是一种氛围 它是一种存在状态 它是一种能量 它是一种我们生存的基调 它是我们生命的本质 当我们看到一朵漂亮的花 或者看到一只很可爱的小动物 很可爱的小动物 然后我们这时候 我们内心充满着喜悦 充满着开心 然后看到它就觉得很幸福的感觉 所以不管你看到的是 花、动物、人等等 这时候其实你就已经触及了爱 这只在讲什麽 完全听不懂 这只在讲什麽 这只在讲什麽 我跟我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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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特别的动物 这语言也不是我们能够听懂 不过至少 我们在看到它的时候 就充满了爱 充满了幸福感 嗯 所以其实爱跟条件 完全没关系 有时候我们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看着天空 然后突然心裡面生出了一种 无比幸福的感觉 觉得好像我们在这个当下 擁有了一切 微风轻轻吹过我的脸庞 然后一切感觉完美极了 在这个当下 就无比的圆满 无比的幸福 这个就是爱 所以爱存在在哪里 爱存在在无时无刻 我们生命任何的存在里面 都可能拥有着爱 因为爱是我们生命与生俱来的本质 所以当我们生命 原本就有这种本质 我们就随时都可以去爱 随时都可以感受到爱 既然它只是我们生命的本质 那我们找到就好了 我们就不需要一个 爱人 也不需要 去爱别人 也不需要别人来爱我们 其实也不一定 因为 总是会有那么一些事物 那么一个人 他特别能引发你内在的这种 爱的感受 所以 他就是你真正要找的人 那但是 怎麽样才能找到这个 特别能引发你内在 幸福感 圆满感的人呢 去哪里找啊 这个就讲到 你要找到这个人 首先你要爱自己 对 因为我们外在的 显化的一切 都是根据我们的存在状态 所产生的频率 而去显化的 那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人 能够给我们圆满的感觉 幸福的感觉 那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我们 常常存在于这种 幸福的时刻 幸福的频率 那 往往 外界的一切 就是我们自己的投影 所以我们如何看待我们自己 就会形成外界的世界 所以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能够去爱我们自己 我们要先 从 喜欢我们自己 肯定我们自己 欣赏我们自己开始做起 当我们 觉得我们就是一个完美的存在的时候 我们自然能 看待自己的时候 照镜子的时候 都有一种 无比的幸福感跟圆满感 因为其实 你所认为的缺点 其实不存在 我们就是一个完整的存在 你用一些 对自己的看法 不好的看法 缺点等等 然后去分割出 不完整的自己 其实我们就是一个 彻底圆满的存在 所以我们 怎麽看这个圆满的存在 就关系到 你会不会吸引 更多能够 让你感觉 圆满存在的人事物 回到你的生命 所以各位不要再 说我找不到一个人来爱我 那证明是 你自己还不够爱你自己 从此刻起 你就要开始 好好的欣赏你自己 好好的爱你自己 好好的喜欢你自己 当你 感觉到自己的时候 想到自己的时候 就能够有一种 幸福感 有一种满满的 圆满的 感觉的时候 这时候就证明你已经 完全的爱自己了 这时候你很自然吸引到 很多 让你感受到爱的事物 回到你身上 包括 包括你一直等待的那个人 所以爱其实很简单 它就是一种 很单纯的幸福 没有任何的内容 它自然而然就感觉到 无比的幸福 两个人在一起就可以感觉到 无比的圆满 无比的幸福 爸爸 爸爸 爸爸好乖 爸爸 爸爸乖 这集这样已经把 所有的有关于爱的事情 都交代清楚了 怎么样 去让我们自己 更爱自己 怎么样能够找到 爱我们的人 要怎么样去体会真正的爱 其实就是这么单纯 当你懂得欣赏 单纯存在的一切 能够感觉到圆满幸福的时候 你已经接触到爱 它会不动 进入会 进入会 我们将我给大家 进入会 这期间 明不快 大家 再见 拜拜